没多大一会儿 陆成果然找到了 风白里所说的阴阳标记 先是阴标记 那是一团水流状的课文 极为粗糙 也很少 不仔细观察 很难发现 而阳标记 估计就是火了 一阴一阳 阴代表死 阳代表生 陆成看着那阴阳标记 一时犯了难 按理说 凡是有岔路的地方 刻有阴阳标记的 应该是生路 代表里面先寿少 危机弱 路径畅通 陆成应该选这种标记行进 只不过基于风白里个性 诡计多端 陆成没敢贸然选择 而是再传音风白里 白里 走哪个 那边很尴尬的停顿了一会儿 声音慢慢传来 哦 哦 忘了说了 走阴路标记 那才是我去过相对安全的地方 陆成一听 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暗呼道 果然啊 啊 这小子身陷险境 还一肚子坏水 要是自己不警觉的问了一句 还不掉入捅火挖的陷阱里去了 呸 你小子就算吧 陆成气骂了一声 收起传音预检 选择右边 阴路标记 杀了过去 唯恐风白里撑不住 陆成不顾一切的施展天残神行术法 甚至连军雷刀都举了出来 两柄军雷刀在些微法力的控制之下 钉点雷声没有 分形画影成四柄刀芒 不断的在洞穴中闪烁着 很快 陆成就找到了风白里的所在 那是一处比其他洞穴大不了多少的边边角角 似飞剑硬生生的开凿出来的人工洞府 洞口前 贴着几张金光暗淡的商品仙幅 看样子时间不短 法力的光芒浅而弥漫 怕是用不了多久就要废了 嘶嘶的声音传来 洞里独无的稀疏声时段时序的传过来 令人头皮发麻 陆成哭手在洞口的一侧 借着前方微弱的仙幅光芒 细数着洞里头独无的数量 三十余条 陆成心里头暗自惊呼了一声 独无的体恤庞大 已经超过了外面的独无 境界也达到了三四级魂天兽的地步 绝非是一股小群体 而洞穴四通八达 最少有几条通往其他洞口的通道 绝不允许任何人在此处发出太大的动静 仙兽比修士强势的地方就是繁殖能力 陆成可不想跟二虎子似的杀出去惊动其他地方的独无 于是他拿出传音遇见 哎 我到了 你的洞口有三十几条独无功 有没有办法出来 道兄啊 我看你还是进来吧 先解决我身上的独再说 清晰可见的是 在陆成问完之后 风白里的脑袋很快的在微光波动的洞口处一闪 然后惊动了几条独无功后 吓得又缩了回去 陆成心里不禁气骂了两句 随后就觉得头昏脑胀 为了一阵翻腾挤欲作呕 独行要发作了 只能用玉瓦强行把他带出去了 陆成有了定计 收敛着气息 摸着洞壁 开始朝着风白里藏身的地方行去 他的脚步很轻 呼吸都收敛到了极致 还好两个洞口相距不远 陆成绕过了几条独无功 一个闪声 就进了洞口 先浮的光芒一闪即逝 几条独无功机灵一下子 撑起了肥肠的身子朝着洞里观望 似乎很怕洞口那几张符纸 看了一会儿 那几条独无功又匍匐在地上 隐没在黑暗当中 陆成进了洞穴 里面大约有不足百尺的空间 中央摆着一只小小的顶炉 风白里正把手按在顶炉上 控制着微弱的针圆火尽 熊熊之火在顶炉内燃烧着 啄着几枚圆润的青色丹丸 似有灵性般的跳动着 听到背后的脚步声 风白里转过头来 陆成定睛一看 这哪是风白里啊 简直就是一个绿皮人 你怎么了 走进洞中的陆成 一看到风白里那张 油绿油绿的小脸 他实在是憋不住了 几十年不见 没想到刚一碰头 就看见风白里的窘态 忍不住扑的一声 乐了出来 你 你怎么了 哈哈哈哈 显然 陆大爷根本没有担心 风白里的安危 没见着这小子 正在大把大把的 往嘴里边塞着丹药呢吗 把嘴塞得满满的 两只腮帮子都鼓了起来 再加上那一脸的犹虑 活像一只 刚从哪个洞里 爬出来的蛤蟆 无良损友陆大爷 一屁股坐在地上 哈哈大笑起来 岂不知神魂一时失守 又吸了两大口毒气 呛得咳嗽不已 你笑 你还笑着出来 含糊不清的几个词 从风白里那张满是丹药的 嘴里吐出来 口水唾沫喷得乱飞 路晨摆着手挡了下来 重新站起 神色烧定 走到那只顶龙前 问道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你说呢 风白里翻了个白眼 跟着打了个宝阁 满嘴的丹药味 冲着鼻子就涌得过来 路晨皱眉的把头扭到一旁 得了 你还是先顺下去吧 他指了指风白里的嘴 总算将丹药的药力吸收了进去 风白里的脸色 总算有点缓和过来 随后 他迫不及待的伸手 抓向路晨的乾坤袋 疯了似的喊道 快快快 解读单有没有 没有的话 天才地宝也行 快点啊 你别抢啊 参务圣像前 路晨几人 可是将鱼窟中得到的 修饰的乾坤袋 平均分配了的 风白里亲眼看见 路晨拿了一大堆的 天才地宝 其中就有不少 能够炼制出 上品解读单的材料 许是他的材料 用得一干二净了 毒性还未清除 急得火烧眉毛 这才不顾一切的 到路晨的腰包里疯抢 路晨满头黑线的 将乾坤袋按住 说道 哎呀 别抢了 没在这里 为了一防万一 路晨一般 都是将宝物 装到玉瓦空间里的 风白里 哪能抢得到 把天才地宝 全数拿了出来 摆在风白里的面前 绿皮小人 也顾不得气他了 随手抓了一大把 扫过一眼 将有用的灵草鲜花 一股脑的 扔进了丹顶里 随着火势的升腾 材料的精华 开始跟着 风白里的神念融合 化精为丹 一炉丹药的炼制 是需要时间的 饶使风白里 对此轻车熟路 也要等丹药 凝丹之后 才能服用 还好路晨来得及时 之前一大把的解读丹 能够让他多撑一会儿 啊 长出了口气的风白里 萎靡地坐在了地上 陆辰半蹲着坐了下来 指着风白里道 哎 究竟怎么回事 风白里抬了抬眼皮 跟死了爹娘似的 骂道 他骂的 还不是硝乱那个杂碎 跟硝乱有什么关系 陆辰微微一恶 风白里颓废地喘了口气 这才讲起事情的始末 原来自打从乌明山洞府分别之后 风白里一直独自一人 在仙州战场游荡的 然后他联系五风云四央 得知二人都有要事 不便现身 再联系了萧乱 很偶然的机会 两人见了面 基于小队队员 合作发财的千古不便定理 两人凑到了一块 萧乱带着金修旁钢 利用两个几乎是不死之身的家伙 偷了不少宝贝 让风白里看得眼红 萧乱也不知道 哪来的突发奇想 准备把自己的 无空偷神迹传授给风白里 风白里当然乐不可知啊 于是两人在一起待了大约三年 好不容易学会之后 萧乱告诉风白里 要想把偷神迹练得炉火纯青 就必须偷至高的宝物 因为那些宝物都有高手掌控 很难得到手 不过万一得手 偷神迹就会更加熟练 而在这种险境中提升功力的办法 必须单枪匹马才行 然后 萧大呼又举例说明了 几次自己那傲人的战绩 其中就包括当初上佛界 以真仙之境 盗取苦悦金身大佛的 沉水莲香粉仪式 听得风白里满是崇拜啊 悲催的风白里入室不久 心性干净的跟一张白纸没什么两样 于是听信了萧大呼又的鬼话 于萧乱拜别之后 其人单枪匹马开始迂回在仙州战场 众高手的身边 还别说 风白里的悟性不敌 无空偷之计 包括的几种爪法和神念所惜诀 进境飞速 倒是让他得手了几次 而且被偷之人基本上不是死 就是在其现身之后 被风白里的九剑飞红吓得落跑了 倒也没出现什么大事 但是之前风白里的偷 都是跟自己实力相当的对手的宝物 甚至是元神 还真没遇到过大麻烦 于是乎 风大哨的胆子大了起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一个六级的大罗金仙 跟他实力相仿 此人坐在山谷修炼 手里握着一只宝顶 头顶踩云 一看就是宝物啊 而且不是本命法宝 风大哨贪念大起 又打算试试几年内学来的一身本事 仗着胆子就凑了过去 还别说 偷之爪诡诈多端 风大哨一击得手 只不过 当他欣喜的正要离开的时候 方才发现自己的身边围满了人 那人正是折耻小队中 来自乱仙界的另一轮回高手 淳于下 顶是偷到了 不过风大哨自此就开始逃亡之旅 从赤水西岸到成空 燕鸣 陆浩 宁泽 仙楼五岳 转了一大圈 最后跑到了吴军岳 再也跑不了 祭出九剑飞红大阵 一头扎进滑坡洞穴中 就不出来了 也不知道是上天有号生之德 还是风大哨命中注定有此一劫 这次进来之后才发现 四面八方到处都是浑天兽 无功的影子 而且交错纵横的洞穴中 实难找到出路 后面还有折耻一行人的追捕 就没头没脑的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陆浅张着嘴巴听完 恨不得找块豆腐把自己撞死在洞里 指着风白里的鼻子开骂道 呀擦擦 你这个大白痴 骁乱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啊 纳斯市打娘胎里就开始练 生下来就是一个贼 你能跟他比 你才练了多少年啊 你就不会看看周围的情况啊 被陆浅一通狠骂 风白里搭了个脑袋 委屈道 我怎么知道 他是折耻的人 那小子用不裹着头 根本看不清 山间又只有他一个人 再说了 我也想多学点本事 好让师尊欢心啊 其实也不能全怪风白里 他拜入沉默仙门 就是被风诸玉 看上了那一身的炼气天赋 谁料后来不能休气道 风白里在门内糟进了白眼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心态 方才逃出师门 准备做一番事业 给尊师看看 消乱的偷知记 连金身佛的宝物都能偷到手 谁能抵住这种诱惑呀 现在怎么办 发了一通牢骚 风白里问道 还能怎么办 跑吧 陆尘气苦不已的哼了一声 说 你进玉瓦空间 我们杀出去 安全了 在治你身上的毒 不行啊 你看我的手 风白里连连摆手 撸起袖口 让陆尘看 陆尘这才看到 风大哨自手掌延伸到袖子里头的手臂 已经发黑了 恐怕毒性已入无腐 只差一点就能把元神给腐蚀了 如果不能拔除体内的毒素 就算待在玉瓦空间里 也根本无法长途跋涉 我现在只能用大把的解毒单维持 而且不能超过实习的时间 不然的话 后面的话 风白里没说 两眼空洞绝望 他跟哲齿几个人不一样 哲齿政客等人 就是怕无毒入府 所以进洞之后 体力不支之前 无奈的退了出来 先去毒 再找风白里 话说风大哨待在洞里 已有半个月了 根本没出去过 吴君悦的毒气之列 就算大罗金仙待的时间长了 也受不了 哎 你现在能撑多长时间 陆尘收敛了顽劣的表情 一脸正色的问道 风白里撑的时间长短 决定二人是否能够冲出去 事已 陆尘才有此疑问 师兄 每次三枚丹药 这一炉 能够撑上一炷香 风白里看了一眼 那里熊熊燃烧丹炉 没有丝毫信心 一炷香 陆尘仔细的盘算着 以自己陷下中毒的深度 放手一搏 倒是可以 毕竟洞穴狭窄 受到围攻的可能性不大 只要逃出吴君悦 连带着杀人夺来的丹药 也许能够撑到外面 至于以后 就连陆尘都没办法断言 肯定能够活下去 而风白里所说的一炷香 估计还得省着用 想靠他来抵挡敌人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说不得要拼上一瓶了 陆尘又拿起传音御检 让风白里尽量恢复压制毒性 他开始联系四央来 似乎心有灵犀 很快 两道微弱的气息 在传讯御检中出现 陆尘 发生什么事了 四央仙尊天籁般的声线 传入耳中 比范音还要动听 陆尘迫不及待的回道 哎 百里遇到麻烦了 飞鲁崖北九十里外滑坡 我们被困住了 无洞里 怎么跑到那种地方去了 四央显示知道飞鲁崖的无洞 此时也没有时间多做解释 问道 有没有中毒 先尊就是先尊 遥遥万里就知道咱的情况 真是感动啊 陆尘真想仰天长叹一声 回道 我与百里都中毒了 百里很重 要依靠解毒丹才能活下来 解毒丹有什么用 四央冷翅的声音传来 说道 此都有种寒流果 可保心神不受无毒伤害 自己找一找 我马上就到 寒流果 陆尘惊喜的把四央带来的讯息一说 风白里面色大喜 寒流果 在飞鲁崖里 太好了 找到寒流果 我们就有救了 寒流果 乃是集天地阴气凝朔出来的寒流草的果实 此草生长在阴毒寒忧之地 为求自保 根净自生一股寒气 时间长了 可凝出果实 将毒气冰封在果实中 这种果实有个好处 不但可以吸收无毒 还能长期浸泡在毒气之下 自成另外一种毒果 可以用以炼制毒服 毒丹 说是必毒宝物也不为过 陆尘听闻大喜 告诉四央小心一些之后 看向第二个传音 不看还好 两人凑到一起看完之后 顿时爆骂出声 妈的 萧乱 你这个杂嘴 快给我滚过来 你这个杂嘴